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错 皮革蛋非常好吃 打从心里呼喊的好味道 来自平邻的这一家茶宴餐厅 距离市区不用一个小时 就来到闻山包种茶的故乡 好山好水好环境出产好茶 但是如果只是来品茶就太可惜了 绝不能做过茶料理 我好像每一道都在喝茶 就是它茶叶味道还蛮重的 那跟一般的菜色比较不太一样 但是又不会让人家觉得会很腻的感觉 所以还不错 平邻最老的茶宴餐厅 不仅获选新北市优质餐厅 还有饭店大厨指导加持 一开始乡公所有请五星级的一些主厨 来跟我们指导 所以我们有多少都有一些概念 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再继续研发改善 然后让客人得到的评鉴是很高的 茶宴风味餐必点招牌美食茶油面线 除了有芹菜 红萝卜和姜末以外 就是滴滴精纯的茶油 优质的植物油对身体没有负担 茶油它除了健胃养皮 它是温和性的 然后不饱和脂肪酸 所有的植物油是最健康的 芹菜 红萝卜 姜末和茶油 一起调味搅拌 另一头滚水煮面线 小心注意时间 避免把面给煮烂了 最后面线和茶油大合体 有红有绿还散发淡淡的茶香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 非常的滑顺 对 做顺口这样子 就是有点 吃下去就是融化的感觉 它的面很香 会有那种淡淡的茶叶的味道 就会有淡淡的茶香味道 但是很顺口这样子 不会说太油或是怎么样的 当清香的茶叶遇上海鲜 能够蹦出什么样的火花 就是这道包种尊鱼 以茶汤当作高汤 释放出尊鱼的甜美滋味 尤其尊鱼是现捞现煮 保证新鲜 尊鱼它是腥味不强的 在用茶汤来蒸的话 它会显出更鲜美 还有茶的另外的风味 包括茶汤也都很好喝 而且是清淡不会油腻的 大厨用姜片 腌冬瓜铺在盘底 放上针鱼 倒入包种茶汤 撒点茶叶 就直接放进蒸笼 大约15分钟之后 掀开锅盖的那一刹那 鲜味伴随茶香扑鼻而来 虚滚滚的端上桌 鱼肉鲜嫩没有细刺 再配上干纯茶汤 真的是超级搭配 对啊 就是茶叶去 陪衬出鱼的口感 就是点一个赞 我觉得还不错啊 就是这鱼的这种咬劲感觉 就是蛮新鲜的这样子 讲究新鲜的 还有这一道茶香食书 看起来跟房间的烫青菜 没啥两样 但是在自家栽种的蔬菜上头 淋上店家特制的茶香卤汁 却呈现出干 醇 香 绝妙的好味道 很明显它是茶叶的那种香味出来 不同于一般的那种 汤青菜的感觉了 原来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一锅金炖卤汁 散发出淡淡的茶香不用说 还有肥瘦香煎的三层肉 而里头加了早就卤到快消失的茶叶末 就是它平衡了卤汁的油腻感 就是它感觉比较不会这么油了 然后比较香啊 都会有淡淡的茶香 茶油面馅 茶汤鲜鱼 茶香蔬菜 茶叶料理变变变 还能变出什么花样 干脆把鲜彩的一心二叶拿来用 把它直接裹粉之后下锅炸 不用几分钟 翠略茶叶穿上薄薄金黄面衣 包住茶叶的原味 外头酥脆带点香甜 里头吃得到清新的滋味 拿来当主菜或是小点心都很适合 这道简单的料理却有大大的惊奇 就是你如果不仔细看 你会不知道它是茶叶啊 对吧 就口感还不错 而且它不会油腻 所以吃起来就是会想要再多吃几次 茶叶炸起来之后没有那个油腻的感觉 然后它比较就是 不会像一般炸的东西就是那种油腻的感 它就是比较顺 也很好吃 它有点甜甜的味道 每一道都有我们的特色 每一道都有茶的特色 老板娘大力推荐自家茶叶风味餐 让来到平陵休闲游玩的客人 品尝架杠的在地美味 因为这是平陵为了要留住观光人潮 特别发展出来的当地特色 当然菜肴所用的茶叶 非文山包种茶莫属 茶料理的话一定要用好茶 好茶入菜才不苦不涩 然后才能在菜肴里面呈现出它的清香 还有它的特别的一个风味 精挑细选好茶入菜 在地人几乎都能说出茶叶的故事 只是当雪山隧道开通之后 客人路过平邻而不停留 街上的人潮不再汹涌 店家的生意差了一大半 只好开拓更多的出路 有时候有跟团体安排采茶自茶亲自体验 茶园变身观光区也经营露营生意 宽广的空间临近北市溪 成了学校企业机关团体办活动的好地方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有溪 然后又被群山环绕 然后一来就让我们感觉很好 而且它交通很方便 它交流到一下就到了 这边的很多的设施 就算是下雨 或者是其他一些比较机动性的设备 是很多的 所以不怕天气的影响 不用担心天气打乱 计划好的休闲行程 还能选择在当地住宿 尽情地享受山林怀抱 暂时远离都市的拥挤烦躁 来到这里放空心情 一进来你就感觉空气完全不一样 就是感觉是在森林里面 有种沐浴的感觉不会形容 就是你一进来 那最最可以听到旁边吸水的流声 然后偶尔可以听到一些残鸣鸟叫 来到平林茶香 除了欣赏自然美景 也能走一趟茶叶博物馆 更别忘记停下脚步 喝一口好茶 享受一整桌 令人口齿流香的精致茶宴佳肴 欢迎回来到台湾假号的节目现场 那同样是茶料理呢 这间店却是赋予它不同的价值哦 由于老板他平民了几十年 对茶可以是十分的了解 那他更潜心研究以茶来入菜 而且思考着要怎么样 才可以把茶和食材是完美的结合 呈现彼此的原味 而且呢又不会互抢风采 他甚至使用了一斤三千多块的明茶 和这鸡胸肉一起来拌炒 做出一道清爽鲜甜的美味佳肴 用心制作的好料理 让茶餐的风味再升级 更受到了外国观光客的喜爱 甚至还有媒体跨海采访 读作幽黄礼 弹琴复长笑 生灵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甜淡的意境 茶馆主人黄浩然深受感动 将它融入店内的装潢 也引用诗名当作店名 与更多的人分享质朴精神 和品名的乐趣 白色的部分也要比较多 这种东西都不能太高温 至于像我们的乌龙肠 因为都是半发小 所以大概都是要高温 对待茶叶 就像接待好友 冲茶 泡茶 动作细腻轻柔 观主品名了几十年 更潜行研究以茶入菜 用另外一种方式与茶对话 我们千万不能因为 为了要茶叶的风味 将料理的这个 比如说它的营养的成分 甚至它的一个特色 把它抹杀掉了 比如说我们海鲜的鱼类 很多盖子 那你千万不能将茶叶的汁 直接跟鱼类 直接混合在一起煮 你煮下去之后呢 第一个盖子会流失 会氧化 第二个呢 会变色 因为我们茶里面有丹宁 以茶入菜可不是茶家食材 就能称上茶料理 不仅要懂得茶 懂得食材 还要了解做法 才能找到完美的组合 像是这一道龙井虾仁 用料简单却十足美味 除了新鲜现薄的虾仁之外 就是已泡开的台湾龙井茶 不要直接将汤 加到这个料理面 反而我们把它泡过之后 茶叶呢 吃那个茶叶的这种甘甜度 所以这道菜 我们希望消费者 在享用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茶叶跟虾仁一起吃 你知道嘴巴呢 有这个虾仁的甜味 那也有茶叶所谓的 这种甘爽程度 鲜虾倒入热油中 快速地翻搅 虾肉颜色油白 渐渐转成红 接着把油沥干之后 再加入一斤 要价2000元的台湾龙井 最后撒上绍兴酒提味 瞬间融合了鲜虾与茶香 虾肉结实弹牙 带有海洋的味道 而龙井清香淡雅 烧白山林气息 各有特色 却搭配得相得益彰 有的虾子煮的过头会很老 那它的虾子不会 完全不会 它龙井虾仁的原料 本身就挑选得很好 本身都肥满了 也挑得很干净 那然后用龙井来做搭配 所以这个感觉也很好 它的茶叶跟着虾仁一起吃下去 都还不错 就算单夹那个茶叶一片一片来吃 感觉也很清香 别以为茶料里只有清爽口味的 这道来店必点的首选 颠红紫排 就是浓郁口味的最佳代表 令人垂涎欲滴的色泽 肉质肥瘦相间入口即化 我在别的地方吃过紫排 感觉跟这边完全不一样 这边的感觉就是说 它颠红紫排它有油 有肥肉 但是你吃起来一点都不油 很下口 而且你一拿过来 它那个味道 它的焦香味 它那个通通都有进去 紫排口感独特 层次丰富 原来要先卤过 还得用陈年乌龙老茶烟熏 才能像这样入色又入味 之后存放冷冻库一天 才能取出 接着还有一道手续 我们从冰箱拿出来以后 我们要涂我们那个 颠红紫排的那个酱汁 刷上自制特条的酱汁 紫排口味再加分 最后放上红茶上品 云南颠红 一块送入烤箱 等上七分钟 这道色香味俱全的招牌菜 终于完成 外头闪着诱人的光泽 一刀切开 肉质绵密软嫩 吃进嘴里立刻化开 不油不腻 让人齿颊留香 炖得很嫩 所以如果是年纪大一点来吃 然后那种感觉口感很好 它吃起来不会让你觉得油腻 然后吃起来也不会太老 很滑 很顺口 另一道顺口料理 店家推荐白蚝玉叶鸡米 清脆的罗曼叶向骚小船 装进小如米粒的鸡胸肉 并混搭新鲜蔬菜 口感清爽鲜甜 加入明茶白蚝银针 夹肴立刻升级 我们后来发现到白茶比较适合 为什么 因为绿茶会色 全部用白茶 那白茶这个是大陆来的 这个叫白蚝银针 那这道菜这个茶呢 用的是我们大陆十大明茶 很有名的 那光是芽 一斤就要 我想要三千多块以上 清新的鸡胸肉 好似雪白的豆腐 与蔬菜和茶叶 在锅里功夫悠扬乐章 起锅之后 经过师傅翘手摆盘 并撒上松子画龙点睛 品尝的时候 可得和罗曼叶一起入口 嘴里的清爽交响曲 只有尝过的人才能体会 它吃起来 很清爽 这是不错 以茶会友谈天说地 在充满东方禅风的典雅空间 共敬佳肴 自在悠闲 处处可见优雅的中国韵味 其他店的那个茶餐的话 都很油腻 然后他用的很处理的 就是煮起来是很用心 你也感觉到说 他们员工的所有的用心 那种感觉令我很感动 亲切招呼 游客慕名而来 也吸引了日本杂志跨海采访 能感动人心的料理 来自老板多年品名的经验 和对料理的用心 就是希望每位来店里的客人 在阵阵清新的茶香当中 体验茶艺文化 欢迎回到台湾假号的节目现场 茶料里还能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其实就有业者 他把这日本最夯的抹茶甜点 带到台湾和消费者一同来分享 像是口感Q弹的可爱丸子 搭配了这个照烧酱汁 还有黑豆玄米粉 其实就是最东洋味的人气点心 还有这暖乎乎的抹茶红豆甜汤 滋补的紫米红豆 再搭配浓郁的这个抹茶的香气 喝了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 那下午茶呢 其实最不能缺少的就是松饼了 而这里也同样做成了抹茶口味 绝配的这个滋味 让抹茶的爱好者都纷纷前来朝圣哦 以茶入菜的美食文化 不只在台湾蓬勃发展 隔着一片海洋 日本的茶道艺术同样闻名世界 以抹茶为主题的精致甜品 更成了日本的招牌特色 行销到世界各地 这家位于连锁书店美食街的 抹茶甜品专卖店 就是以到底的语制抹茶 吸引了无数的粉丝 我们的店的文化是从 日本公司那边开始 那它日本公司的文化 已经有170几年的历史了 我们老板刚好跟日本的社长 是好朋友 所以我们因缘忌讳之下 带一些日本的商品 进来台湾这样子做 像我们是抹茶专卖店 但是我们对于日本茶的文化 也是相当于有一个了解的程度 那比如说日本茶的部分 有抹茶 煎茶 还有背茶的部分 那像这些都是属于语制的茶种 提到日本的抹茶 最能直接联想的 就是以茶闻名的语制式 业者严选当地直送原物料 让台湾的朋友们也能品尝 来自日本的好味道 其中这一份美味的抹茶松饼 可是相当受到顾客们的青睐 我们最大的松饼的特色 就是第一它是用日本的抹茶粉 还有日本的面粉下去做调和的 所以它吃起来口感会比较有弹性 然后外皮会比较酥脆 然后像这样子的粉会太干 我会先加一点牛奶 融合了新鲜鸡蛋和牛奶之后 翠绿的抹茶粉已经成了松饼糊 继续耐心地搅拌均匀之后 就能开始烘烤 那我们现在调和好的松饼粉 这个面糊我们就可以直接放上去 松饼机上面烤了 它烤的过程大约是要三到五分钟左右 像我们的松饼 它算是我们店内的人气商品 像我们下午茶的时段 我们松饼是卖得非常好 然后客人的回流率也蛮高的 所以它算是我们的招牌之一 当松饼机冒出微微的白烟 同时飘出诱人的香气 美味的松饼就能准备上桌 而这份甜点的摆盘 同样有着日式的精致感 像我们摆盘我们会加入 我们自己做的日本食材的抹茶凍 我们的抹茶凍就是采用 日本的京都抹茶然后下去制作的 然后我们会加入一些糖下去做调和 然后它的茶香味各方面都会口感比较好 像红豆的话我们就是采用台湾的红豆 然后下去盆煮过程这样子 那像冰淇淋的部分就是我们采用那个 日本的抹茶粉 还有一些牛奶然后下去打的 所以它的制作过程是龙醇香这样子 就是外面是很酥脆 然后里面就是很柔软 再搭配他们的配料就真的觉得很棒 觉得它的冰淇淋就是很好吃 就可能是他们自己做的 然后不会很甜 再搭配松饼然后这样冰冰的吃 然后就觉得很特别 搭配抹茶红豆就是绝配这样 它松饼就是很松软 不像一般的松饼是料在外面 然后它的就是整个里面都有抹茶味道 然后再搭配它的配料 就很有抹茶的幸福感 豆地的日式小点心 还有这道可爱的丸果子 使用同样搭配机来台湾的抹茶 完整地展现了日式茶料理的精神 因为丸果子在日本来讲 算是很道地的甜点 所以我们把它引进来台湾 就是让台湾的观众 更能享受到日本的点心 我们的丸果子整套烤完的过程 大约可能需要六分钟 但是在三分钟的时候 可能要稍微翻面一下 然后在烤的过程这样口感会比较好 炙烧的部分可能就是 表皮要稍微焦一点 这样子吃起来的口感会比较好 也会比较香 小巧可爱的丸果子 被烤得又软又Q 配上豆地的日式照烧酱汁 以及黑豆玄米沾粉 就是最和风的好味道 刚刚有吃了两种口味 一种是背茶 然后一种是抹茶的 因为它好像有烤过吧 所以吃起来还蛮有 带一点焦香味的感觉 还蛮嫩Q 还蛮好吃的这样子 先抹了照烧酱 然后再加一点就是玄米粉 然后就吃起来 如果说原本可能只有照烧酱的话 它味道可能会比较淡掉 可是加了玄米粉之后 吃起来就会觉得 还蛮丰富的感觉 传统的红豆汤 你肯定已尝过 不过抹茶口味的红豆汤 可就十分特别了 这一份是套餐式的甜品 那像我们的抹茶红豆甜汤呢 它抹茶搭配红豆 算是日本道地比较精神的一个甜品 那事于我们会把它做为 抹茶红豆甜汤是因为想说 让台湾的客人不用去到日本 也可以喝到一个很道地的甜品 里面有红豆 还有日本京都的抹茶粉 我们还会搭配白玉跟栗子 它们在日本也算是一个 很道地的食材之一 所以我们把这些元素加在一起 然后呈现出最完美的一杯 红豆甜汤出来 这份正宗日式口味的甜品 也得依照道地的顺序 一样一样的来品尝 第一步 先吃咸咸的日本昆布条 第二步 品尝甜甜的抹茶红豆汤 第三步 喝口清香又解腻的煎茶 三个步骤都尝过了 才算完成日式吃法哦 那里面就是有白玉还有它的栗子 然后白玉的话吃起来还蛮软Q这样子 然后还有它的栗子 栗子真的还蛮香的 然后还蛮有嚼劲 吃完了会觉得喝完红豆汤 然后再喝一口煎茶就是搭配一下 会觉得有点就是打开的 有点平衡的感觉 吃下去很咸嘛 但是你忽然又配到甜的味道 这个是好像台湾没有人这样创新过吧 蛮特别的 不过照着讯息这样吃 然后又回去吃一点茶的话 刚刚好 再换后吃个这种茶可以解油嘛 吃个甜点是一种享受 暖乎乎的羽制抹茶搭配又香又纯的鲜奶 巧手拉个花就是同样超人气的饮品 抹茶拿铁 它抹茶就不会很甜 然后就是上面打奶泡很绵密 就可能跟一般外面都会有 就是抹茶粉啊 然后没有搅拌干净 或者是说会涩涩的 然后它都不会 如果说一到十分的话 应该有就是九点五这样 琳琅满目的抹茶甜点 除了让茶料理变得更加的多元 也让人光胜看打就心花怒放 下次来到书店 可别忘了坐下来歇歇 亲自品尝有着浓浓东洋味的茶香甜点哦 好吃 好吃 在看完了今天 我们为您介绍不同风味的茶料理啊 是否觉得其实这小小茶叶 竟然也可以有多种的变化呢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了 如果你想要了解 更多关于我们今天报道的淀加资讯 以及更详细的内容的话呢 欢迎您上爱尔达官网搜寻台湾假套套 或是呢加入台湾假套粉丝团 和我们一同来分享美味加油咯 我是石小倩 祝你一个愉快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会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